澳洲央行再次表态不会提前加息 这是否意味着澳洲地产将会再次迎来一波起飞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周时间 由于中国的恒大的事件连续升温 使得澳大利亚的房地产行业 包括整一个股票行业也是深受影响 大家纷纷担心 如果中国房价在短时间内出现重大下跌 是否也会影响到澳大利亚本地的价格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中国的投资者买了澳洲的房产 但是随着上一个星期恒大的债务被再一次延期 同时从各方面的消息来看 这一次恒大的事件虽然说不会完全保 但是很有可能它也不会完全的倒闭 有很大可能它会被分拆或者是重组 如此一来的话对于澳洲以及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来说 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以前预计的要小很多 然后我们再把目光回到澳洲本地 我们知道在2020年从10月份到2021年的4月份 澳洲的本地房地产是出现了第一波的飞速上涨期 那么在今年随着悉尼和墨尔本相继再次进入封城的话 房地产的增速也是大为的放缓 但是随着现在悉尼和墨尔本所在的各个州 逐步公布将会在10月中开始逐渐放松目前的管制措施 或者是封城措施 所以说很多人都在觉得那澳洲的房地产在2021年的10月中到10月底 会不会迎来再一波的疯狂上涨 那么与此同时在本周一 澳大利亚最大的两家银行之一 澳新银行和澳洲联邦银行 他们的CEO同时发出了警告 说到他们预计2021年全年澳洲的地产增速将会达到20%以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给目前还没有买房的包括杠杆用的太大 也就是借贷用的太多的那些炒房者带来极大的风险 他们所说的极大的风险 一是由于未来利率上涨所带来的及时还贷的问题 第二也潜在的万一之后地产价格有所下滑或者是回调 那么对于这些借钱借的太多杠杆用的太高的炒房者来说 他们所带来的风险势必也会被整个澳洲地产以及金融系统所带来风险 换句话说 澳洲的商业银行是在向澳洲的央行施压 但是澳洲央行的罗行长他再次声明表态 说到澳洲央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短期内不会使用加息来压制房地产价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话 他是说到是这样 尽管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 提高利率的确是能够压制房价 但是与此同时高利率环境将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 以及工资增长率的降低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提高澳洲的利率并非是明智之举 他同时指出低利率对于企业的增长至关重要 那换句话说 按照现在的估计 我们都知道 疫情使得许多中小企业丧失了很多工作机 所以与其说是要压制房地产 对于目前央行和澳洲政府来说 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这些就业岗位 让人能够有工作 同时他还表示到 虽然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正在导致房价上涨 但是其实真正能够抑制房价的 还必须通过影响土地价格 怎么来影响土地价格呢 比如说各种税收 或者说是与之现在相关的复扣税政策 以及与土地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 比如说联租房 比如说像新加坡一样的组屋等等 这些配套设施来影响房价 那么这些措施毫无疑问 就不是央行所能做的事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即便是房地产在今年有可能会上涨20% 但是澳洲央行的口气非常的硬 就是我不会在今年加息 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不会在2022年加息 按照之前他一贯的表态 罗行长给出的加息的条件是 第一 通过膨胀达到目标 第二 工资增长达到目标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最快的加息速度 澳洲预计会在2023年年中到年底左右 换句话说 现在的低利率环境 还将维持至少接近于两年时间 那么既然澳洲央行不加息 有其他什么办法可以来限制住 现在房地产的上涨呢 那么从目前四大央行 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 他们给出了几种不同的选择 第一 就是增加目前的存款保证金比例 如果澳洲的商业银行 某一家商业银行有10块钱 他可以保留从原来的一块钱 提高到两块钱 甚至于三块钱 也就是最多借出去的钱 达到一个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可以高可以低 换句话说就是 把银行可以贷出去的款 设置一个上限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限制贷款人的贷款条件 如果你原来收入是1000块钱 假设按照目前的公式 可能你可以贷到的是10万 但是呢一旦银行把假设利率 换句话说他就会做一个压力测试 就是在达到利率5%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的收入能不能应付得了 未来的还款 如果应付不了就不给你带 或者从原来的10万降低到8万 再降低到7万 这一些措施实际上呢 可以在不加息的情况之下 依然是挡去很多投资人 或者说是地产的炒作人 但是毫无疑问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由于现在疫情之后呢 国际大环境是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以及呢货币增发 在这个大环境下 地产价格 它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资产价格 它是一定会上涨 只是快慢而已 所以说不论是央行 还是澳洲的商业银行 他们所采取的措施 只能暂时的短时间的放慢它的速度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大背景来看 非货币这个资产的增值 是一个长期并且是持续的过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